双鱼座的朋友,新年进步好久没见,那那么久不见,我有没有任何的那个变化呢? 首先,我有一些朋友说我已经变胖了,还有大家可以看见我,这里有一个小豆豆,很讨厌。 那无论如何呢,在这个农历的正月里面,你们双鱼座要注意的东西, 首先就是在走动的时候,尤其是在做交通工具的时候,你们自己要当心一点,希望不要发生一些小小的交通意外。 那第二个呢,就是说,你们做那个坐姿,就是你们做的那个姿势很有问题, 很容易的话会影响你们的骨头,你们的就是背部啊,你们的那个药骨,你们的旁骨, 对,就是这个问题,所以尤其是自己的身体健康要注意咯,对,那我们可以看看为什么呢? 因为那个火星,很讨厌的那个火星,它正在四分,这是一个不好的能量, 四分你们的现在守护星,就是海王星,对吧? 那它在,它们分别在尸首座的14度,还有你们自己双鱼座的16度,对, 还有你们古典的那个,古典的那个主星,守护星,木星呢, 它在一个很不好很不好的位置,它在12,不是在摩羯座的12度,对了, 但是幸好,幸好,它跟你们双鱼座里面的那个金星,13度那个金星,有一个六分上, 所以呢,会把刚才那个火海四分的那个能量会减弱一点点, 所以就是说呢,如果有一些交通意外,也不是很大很大的交通意外, 不会发生一些什么死亡的东西,OK? Touch food, touch food,OK? 我们广东话,我们叫大吉利斯,就是,就是,我们希望,就是,应该没关系吧, 我就是说说而已,对,希望不会灵验吧,对,OK? 就是交通意外也是一点很小的意外,那如果是说那个坐姿呢, 就是,它好歹也不是什么一些很大的意外,对吧? 它就是一些,呃,坐下来的那个骨头,不舒服啊,有一些疼,呃,疼的问题, 所以也不是很,也不是很大很大的问题, 那如果你们自己当心一点,就可以,呃,避免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了, 那我在这里,呃,祝大家如意,吉祥,还有新年进步,再讲一次新年进步, 身体健康